就是這位惡劣公車司機 夾桑的四丈民眾 還打開車上擴音器 向民眾叫囂 招到夾桑的四丈民眾 是網路名人 莫敬哥 甘仲 他平時積極推動 四丈者友善網路瀏覽環境 他上個月26號 在引董資工陪董下 在北市民生東陸 搭乘新興客運254號公車 要在基礎國中下車時 司機你夾到人了 之後我們就走到人行到旁邊 司機現在竟然就開了擴音 然後那個司機就大喊說 夾到就夾到大叫叫什麼叫 沒想到公車司機 跟我們平行的時候 他繼續用擴音說 你來拍啊 有種你來檢舉我啊 莫敬哥更生氣的是 引董資工要拍下司機的惡性的壯詞 他甚至把那254號的那個公車的牌子 就按掉變成亂碼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可恥的行為 因為他是想要試圖要去掩蓋 這樣一個證據 我的感受非常的不好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夾到人了 第一時間其實應該是要道歉 那你都有時間去開擴音然後來叫嚣 為什麼你沒有開始擴音而是來道歉呢 莫敬哥不僅遭到公車司機叫嚣 手臂也被公車門夾傷 被壓到被夾到 所以其實都是紅種 莫敬哥更氣的是 他跟星星科羽反應卻一致致不離 直到我們報案了之後 然後有人找他們要去做筆錄 他們才正式和我們做回應 星星科羽表示會懲處司機 並承諾願意道歉和賠償